所以目前當然現在我們所知道 是第一要件 剛剛李克強我們也看到新聞 他到了現場去 但目前就在第一要件 他們希望能夠先清出一條路來 能夠讓他們至少包括物資跟人力 還有車輛都可以進去 但看起來就要花多少時間了 我的估計大概要兩天到三天 因為這個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你要派軍隊進去 軍隊當然也是在機械化的設備進去 比如說怪手來搶通這個車輛 到目前為止我所看到的所有資料 都是所有的官兵是用徒手去搬石塊 去搬水泥塊 然後像災區的老百姓跟警察 他們是用雙手去刨地 把壓在牆壁底下的人挖出來 像今天早上11點 挖出來一個被埋著19個小時的 青年姓楊叫楊國雲 他剛好跟他母親一起在地震 發生的時候就被壓在底下 一直到今天早上 然後他聽到有微弱的聲音 就開始呼救 然後被埋了19個小時 終於被挖出來 然後他說當時還好 他的親戚朋友們都出去採茶了 因為那個時間剛好是 這個地方茶葉收成的時候 所以沒有那麼多人在家 否則死傷更嚴重 他的母親就不幸身亡了